5月報稅季友誼難雜證 歡迎Call in 台北陳先生 那個我收到國稅也寄來的文件 只稅而試算通知書 核對內容沒錯 即可多元管道繳稅 完成申報 手機也能繳稅 透過行動支付APP 就能完成繳稅 如果有退稅 或不用繳稅怎麼辦 用網路登錄書面 或電話語音回覆確認 就可以囉 如果不同意試算內容呢 別忘了5月31號前 完成申報 所有試算簡單省時增輕鬆